大吉王家 谁才是行家 我刚才今天邀请所有收场打人 他说他每天在跳蚤市场 私货已经过了十几年了 到底从十几年的经验里头 在跳蚤市場 拋到了什麼寶呢 我們先來介紹 在今天超強大精靈團 邀請到 台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教授 曾崔朗 曾教授 嗨 大家好 好 我們歡迎來自板橋的 商民燕 民燕兄 謝謝 你已經選去跳蚤市場 對 很喜歡 很喜歡 跳蚤市場的趣味是什麼 重新吃還有很多東西 好看 很多東西 比如說 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有 所以 那邊挖白的機會可能比較大 都是一些老東西嗎 大部分 大部分 肥瘦也很多 肥瘦也很多 對啊 那大部分都是人要從家裡 祖先留下來的老東西 或者是到大陸去收購的 應該都有吧 都有 不小心丟掉也蠻多的 不小心丟掉也蠻多的 所以在那裡 確實可以找到很多 比較有機會 有趣味的東西 好 所以 這個物件是你在 跳蚤市場找到的 對 剛才二十天 失去兩位親人 媽媽離開 我的時候離開得非常非常突然 應該快天亮了 我就突然聽到 我的房間 就我的門就這樣 我去開了 沒有人 電話就來了 就說 媽媽走了 這個物件是你在跳蚤市場找到的 對 這個在永和 永和 永和服吃的 你知道 你是跑遍大江南北的 所以我會跳蚤市場 你都去世貨了 這隻好像四五年吧 應該有 好 你是想要他水在什麼地方 他的性 還有我覺得他這個 應該不是那個 是不是在做這個 看他這個 開裂也是很細 而且不是很細 我看不清楚 有開裂 這個滿像 有一點像爐爺 是 你有太過嗎 我會說那個可能是宋朝的 宋朝爐爺 氣形 有形 有像宋朝爐爺 有機會去宋朝 有機會去宋朝 而且這個有那個開片 對 所以 這裡也都在裂裂 是不是很久 什麼叫做裂裂 那個幼 看他的態度了 幼好像越來越薄的感覺 這應該是歲月的痕跡吧 你買多少 這支買銷子 這支買幾千萬 我沒什麼記得 我沒什麼記得 這支買銷子 在跳蚤市場 好 好 幼會越來越薄嗎 老東西會越來越薄 不知道 在外面 開圖比較薄 因為幼也很薄 而且顏色也不太一樣 薄也不太一樣 它補去就變得比較淺 好 來 待會兒請教教授 來 我們現在見價 好 請見價 六百元 六百元 對 六百元 教授 材料費也不只吧 這支是模子做的 這支被大量生產的 這是模子做的 看起來更薄 我有點懷疑 就是它的亮度太亮了 它是現代的做 因為乳窯不會有字 因為乳窯 它當時是生產給皇帝的 它上面不會寫字 甚至也不會落款 寫字 不可能 而且上面這個字是印的 所以它整個是磨著去 磨著灌的 灌漿進去 然後它可以生產很多件 所以 大量生產 藝術品如果可以量化的話 它就會稀釋它的價格 對 都比較便宜 更何況它 通常模子做的一般來講 它的藝術價值不會很高 那宋朝確實有這樣的氣型嗎 有 這樣的氣型被稱為是什麼品 它是一種長景品 因為宋朝它 長景品 宋朝是一個文人掌權的時代 所以整個社會弥漫得非常的優雅 喜歡那種鮮秀的東西 長景品應該是用來插花 長景品它可以用來插花供佛 或者是有些是拿來裝酒 也有可能裝酒的 那這一件呢 就這個氣息上來講 是很像宋朝的 很像啊 很像宋朝的 教授 我們大許保家經常來很多常家 帶東西來都說乳窯 因為乳窯的時間真的是熱得不得了 紅得不得了 現在都很熱啊 我怎麼分辨乳窯啊 乳窯啊 如果我們今天就您的藏品 我們來分析一下 我們來看幾個啊 乳窯它的見識有幾個重點啊 當然還有很多重點 但是我講的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 它的氣型是模仿精英氣 第二個是它追求的是兩個顏色 一個是天青 一個粉青 主要是追求那個綠中帶藍的效果 因為它要追那個藍的效果 天青和粉青我們 這個是比較藍的 這個是粉青 就是粉青 粉青 粉青就是說有點粉粉的 白色的那個感覺 白色的綠 白色的藍的那個感覺 就比較淺就對了 比較淺 對 然後第三個是胎土 它是香灰胎 香灰胎就是說 它的土呢是一種 像我們那個拜拜的時候 那個香爐裡面 那個香灰的那個感覺 第四個它胎體比較厚 所以你這件很輕 你電看就知道它很輕就不對了 因為乳搖稍微有點重量的 第五個是它的藍很特別 因為它要追求像玉一樣的感覺 所以它的藍裡面 這個陶瓷工匠為了追求玉的質感 它就放了很多像瑪瑙這種礦物 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裡面的藍的結構裡面 會很多氣泡夾雜 在一種濕霧狀的結晶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看圖片好了 我們看圖片 這樣比較聽得懂 比如說這是您這件 我用放大鏡去拍的 拍下來的 拍到大概兩百倍左右 拍起來看起來也很美 很美對不對 但是格狀的 格子狀的很清楚 是 這個線條很清楚 是 再看下一張 這個很清楚 但是上面有很多什麼 很多的髒東西卡在上面了 這個也是大哥帶來的 這個物件拍的嗎 對 因為我特別拍那個有髒東西 因為有些會故意做舊舊的 故意做舊的 那另外 底邊嗎 底部那邊 比較有看到 比較久 然後你可以感覺這個柚 比如說這個格子狀的柚 這個中間這個柚 每一個格子怎麼樣 都很平整 這個就不是乳窯 我們看下一個 這個是真的乳窯 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差異 有沒有差異 那有點凹凸不平的感覺 對 你看那個格子狀的線條 不會很清楚 另外你看這個氣泡 就在一個霧狀的狀態裡面 在裡面一格一格的霧狀的結晶裡面 它是一種乳窯的結構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乳窯的殘片 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 是不是有格子狀的配列 可是它這個很明顯 它不明顯 你注意看 但是你放大以後不明顯 另外我們講胎土的香灰胎 你可以看到它剛好露胎的地方 這個就是香灰胎 就是香灰胎 香灰胎 香灰胎 有點粉粉的 但是也沒有說那粉的那麼厲害 是這種香灰胎這個地方 我們再看一下 這也是香灰胎 香灰胎 然後你看這個幼色很漂亮 它追求一種粉青 最近在英國 受傷在英國 你可以看到那個藍色很漂亮 當然它所謂的藍 是藍中帶點綠 綠 它不是真的藍 它是藍中帶綠 可是藍的味道很濃厚 就是天青了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它的支釘 對不對 因為它當時為了要整個氣都上了釉 不會有漏胎比較醜 宋慧中要求很嚴格 他希望全氣上釉 所以就用這種支釘的方法去燒灶 這是它的支釘 支釘也是一個間別的一個要點 好 看下一張 這個是氣型 這件是受傷在我們台北故宮博物院 所以它脖子比我們之前還長 你看 對 然後你看它釉也是有開裂的 但是它隱隱約約 另外你看它這件 你會覺得它有點重量感 就是比較穩重 比較純的 它不會像這件 看起來 它也很厚 對 它不會像你這件 就是說很輕的感覺 很輕 那就不對 對 它很薄 很輕 說你今天會這樣更好價值 價值 看你們也價值 而且這個右色也不對 右色也不對 不對 顏色也不對 一比就知道了 好 來 戴哥那這個物件呢 我們來說一件 這個是 這是 旁邊 旁邊 因為我常去買 生理不太好 是 就 幫他做業績 一千塊而已 是 一千塊 剩下頂了 我是覺得這很適合的東西 老闆跟著說頂了嗎 這個會不會嗎 是 銀 銀字款 後面有個銀 什麼什麼字來看 銀字款 後面有個銀 好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銀 銀 你有尷尬嗎 還是像香蕉嗎 香蕉 這支我沒有尷尬 我沒有尷尬 我沒有尷尬 我覺得沒有尷尬 也不錯 反而比較有價值 我看他 外面這個花草 好像也沒有尷尬 對 蓮花 荷花 荷花 好像有 定搖 沒有 很漂亮 一千塊買 一千塊而已 一千塊拿老闆做賠償 對 古年才美年 我們先來建架 等我來請教教授 到底什麼是定搖 請 建架 這支輸得比較少 炭兩百 這支輸得比較少 因為這支也是新的 炭兩百 不是輸得比較少 還拿雞炭兩百 對 因為這個是新的 新的東西 這頭可能是用雞的股頭 那什麼是定搖 教授講一下 新搖是河北地區 河北地區 在唐朝的時候 曾經燒造那個 行搖 因為行搖就是燒白癡的 那河北人 河北人是在北方 對不對 那因為中國在六朝時代的 北方是給 異族佔的 就是遊牧民族佔的 北魏 北齊 北洲 這些佔據在北方 那這些遊牧民族 跟中國人喜歡的不一樣 中國人喜歡藍色的 綠色的 他們喜歡的就是白色的 所以他們就要北方的 陶瓷工匠做白色的瓷器 所以北方擅長的做白色瓷器 所以河北人做白色瓷器 對 有這種情況 所以你的工作就有點像這個 那時候經常 我經常看他們去倉庫飆下來 裡面有很多寶貝 是 挖寶 好 所以這如果是定遙 如果真的是定遙 大概值多少 所以好好學一下 不是幾千塊 不是幾千塊 所以定遙要怎麼分辨 那請教授教我 好 我們來講定遙 定遙因為老外 很早就很喜歡 在二十四季初期的時候 歐美的博物館都在買 私人常家都在買 所以使得定遙 就一直直線上升了 所以很多人買的話 就很多的假的東西 定遙的顏色是牙黃色 它不是真的白 是喔 看起來是白的 事實上它沒有白的 它是有點牙黃色 帶黃黃的 而且白中偏綠 就是它肌肉的地方 會有綠綠的 而且它的肌肉 會流動下來以後 肌的好像一條一條 像流眼淚一樣 一般俗稱叫淚痕 第二個 胎土很細膩 北方人做事比較嚴謹 所以他做土的時候 他就非常認真的 手工去做 北方人做行的嚴謹 不是比較粗曠的嗎 不是 它粗曠 它是個性比較直率 但在做事就是 它比較嚴謹去做 比較按部就班去做 一板一眼 那胎體比較薄 它比較薄 因為它的土的氧化履寒 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燒得很薄 這是一個定遙的特色 第三個圈竹很窄細 因為它就修得很細細的 細細的 第四個畫花 刀 髮 刀 髮 瀟 瀟 所以你剛剛講說 這個好像沒什麼 因為這個畫得不好 它刀是很醜 不是很漂亮 等一下我拿給你們看 第五個是 胎體有竹絲刷痕 就是說它們做好以後 還會用一種工具 就是纖維做的 這個植物做的 在這個胎體上刷一下 對 刷一下 讓這個柚 讓這個胎體比較平整 上柚以後會很漂亮 好 我們看下一張 比如說這件 叫皮南湖定遙的 你可以看到 它是北方民族 弄的一個 本來是用牛皮做的 它就把它用瓷器 來做成一個皮南湖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柚 它不是白 它有點灰黃色的 有沒有 就這個意思 帶黃 帶黃的 然後看下一張 這個也是你看 它上面有很多很多的 那個裝飾性的東西 另外它的柚 有一點黃黃 你看這裡黃黃的 我們看下一張 這個是那個 它刻花的 刻花 刻得很漂亮 好美 那個花好像在動一樣 是不是 有生甜 有這個立體的效果 它做得很好 就是說以前的厲害 就在這個地方 北方人的刀法很厲害 可以刻得非常的層次 就是很豐富 然後動態自然 刀法很流暢 就是北方人的特色 然後我們再看看 我帶來的這幾件 教授有帶一些殘片來教我 我帶來一些標本給大家看 順便在這裡講 你看這個顏色不是白的吧 對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這個手套是白的 對不對 你可以看看 都不是白的吧 因為我們跟自己無意見比一下 一般差很多 對不對 不一樣 有一點灰灰的 然後它的圈竹 你看它的圈竹 就很窄很細 圈竹很窄很細 你看你的比較粗 對不對 那很窄很細 表示它修胎的時候 工匠要花別多的時間 比較緊張 去修成這細細的 比較細細的 比較細細 比較細細 然後你可以看到 它這裡有淚痕 你看到沒有 對 這個叫淚痕 滴下來有沒有 這個 有 淚痕是有點綠綠的 因為上面有老爛 老爛 它的特色就是 這個時候 在高溫的狀態 它又會滴下來 然後像一個流臉淚的那個淚痕一樣 滴到下面的時候變綠綠的 有沒有 它泛綠色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泛綠色 所以這個 這個電影要有它的特色 是因為它有它的獨到之處 所以它做得很好 然後你看它的幼 它是有點 有點這個 不是很平整的 它是有點什麼 曲面的感覺 波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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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不是很平的 然後它的畫畫 你看它的畫畫 對 它的畫的那個線條 非常自然瀟灑 而且很淺 這很粗的 用滴下去畫的 你可以比較 我之前是 拿香膏下去 用滴下去 差很多 差很多 真的有畫 我又覺得這件 我告訴你 所以 所以 你如果不錯 今天有這個工夫 記得 還是要感謝你們 好 謝謝明依 謝謝 新大學畫家 誰才是行家 歡迎在今天邀請收藏達人 馮偉傑 有沒有印象 好像有聽過 過去像台語的 怎麼好像有點印象 又沒有印象 等會聽她的歌聲 你就會想起來她是誰了 我們先來介紹在今天 超強大精靈團 邀請到台灣師範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 曾孫良 曾教授 大家好 台灣老師協會 榮日理事長 分享大學助理教授 李永鑫老師 大家好 楊三老師經理所 私人經理師賴俊銘 大家好 我們來聽聽 馮偉傑的歌聲 謝謝 咪咪的春風吹吹黏到你我的心肝 因為我愛你你也愛我 你我又開地一句 湊暖心的咖啡聽 平口的心情 真開我 你是我 我的安安安 請你聽 我唱一首歌 願你來是愛的變化 你以為是我的心肝 好好聽 謝謝 菁姐好 觀眾朋友 小姐她是誰了嗎 伴鬥二人組 馮偉傑 好 各位第一次請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伴鬥二人組的馮偉傑 我單飛了好久不見 我跟你講伴鬥二人組都沒有那個味道 伴鬥 伴鬥叫那個味道 真的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聽到你的歌聲就想起來你是誰 因為那首歌真的很紅 對 《你》 《你》是我們第四張專輯 我們第一張專輯是在2002年 我總共出了18張專輯 對 那三年前單飛 也算多場歌手 對 就是一年大概都一張 對 一張或兩張 那單飛之後呢 都一直在從事公益的演唱會 幫助一些弱勢團 所以最近有要開公益演唱會 有 有 有 我單飛三年總共辦了五場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場 這一場是在11月2號 11月2號 在嘉義大學 在11月2號 嘉義大學工益演唱會 對 工益演唱會是為 這一場為嘉義的 腦性麻痺小朋友 竹屋蓋房子 蓋房子 希望大家能夠共襄順序 對 希望大家能夠跟我一起來 幫助這些弱勢團體 他們都很需要我們社會很多人 大家一起幫助他們 感謝韋傑的愛心 謝謝 希望我們 所有好朋友們 去幫我們這些小朋友加加油 會不會板斗 為什麼當初會購這個名字 其實我們當初是兩個男生 不同時間簽進去唱片公司 我昨天也覺得我可能是唱國語歌 也不知道會唱國語的台語的 所以剛開始你是想唱國語歌 剛開始是想唱國語歌 對 你會不會唱一小段 我們聽聽看你國語歌的味道 我唱一首是在我2008年 我的第七張專輯有一首 台語歌叫購水我問你 改作國語歌 關明很長的十個字 那個歌名叫什麼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十二漏漏長 在心裡從此永遠有個你 對 這首很長的 好 那這首歌在我第七張專輯 當初我們就放在專輯的最後一首歌 好 唱兩句就好唱兩句 好 結果在中國移動就爆紅 所以是來電才冠軍歌 冠軍歌 來 老師音樂來一下 我輕唱一段好了 好 輕唱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讓我遇到你 謝謝 李老師你為什麼 這個大陸很紅 這個大陸很紅 很紅 當初如果有去大陸的朋友 只要你打電話給大陸的朋友 十個 十通電話 有九通都是我的歌 好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去你的演唱會 幫這些小朋友加油 好 希望大家 來 我們來看你帶來的物件 好 這個是拆信刀啊 拆信刀 因為這個拆信刀就是我 馬來西亞的乾媽 你在馬來西亞有乾媽 對 我的乾爹他是馬來西亞的拿都 對 那我有一次去那個聖陶沙 我去賭場作秀 那乾媽就陪我過去 那我就逛逛逛 就逛到一家珠寶店 我就看到這個拆信刀 因為我很喜歡 我覺得這個綠綠的很漂亮 很漂亮 對 好漂亮 這頭髮盤一盤 差了 不錯 做髮技 對 這個是翡翠吧 翡翠 翡翠 我就看了很久 乾媽說你喜歡嗎 乾媽買給你 對 因為我看到那個上面 它是新幣 多少錢 一萬六千多 新幣就乘以二三 二十 新幣要乘以二十 對 二十二 當初乾媽說買給我 我說不要太貴 他說沒有關係 他說只要你喜歡 一萬六千多 那等於折合台幣 三十幾 三十來萬 三十幾 三十來萬買給傳信刀 對 對 他當初買給我都嚇一跳 我說 他說你喜歡就好了 好 我們也來借價 在馬來西亞拿都市 社會地位很高的 好 對 來 我們來借價 請 請借價 大概十年前到我媽媽 去馬來西亞 那當天我乾媽就帶這一條 他說在下就見面你 就給我媽媽 所以我說匪匪 白匪 白匪是白匪 玻璃種的小白匪 這條上面應該 也 也不少錢 OK的 來 我們來借價 請 請借價 十一萬四千元 台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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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差那麼多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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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的一個物件 你剛剛不是工很細嗎 工很細 它上面箱的一百四十六顆小鑽 一百四十六顆小鑽 一百四十六顆小鑽 它有掉了兩個 真的嗎 你確定是一百四十六顆嗎 你數吧對不對 我一顆一顆數過了 然後它上面有掉了一兩顆 是喔 我剛才拍的照片讓你看一下 再補一下比較好 對 先讓你看一下這照片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一兩顆掉了 你看 這個缺口 有耶 這個鑽石缺口掉了 要再補一下 是 然後這總共 這樣的鑽石的價格 差不多兩萬九千多 兩萬九千多 台幣 然後這個玉 它這是屬於 是翡翠 因為它的造型是長長的 然後它帶灰色比較重 所以這一片大約到四萬塊 這K金有六千 現在一錢五千塊 差不多三萬元 工資加錢 再加一個兩萬塊的工資 加一加剛好是十一萬四千元 應該這個價格你可以擁有 這個是什麼樣的種 看 它是 你看這個好像是灰 它是糯米種 糯米種而已 然後它顏色好像是油青 它帶灰色 就是顏色沒有很嫩 對 沒有很嫩 像這樣的工藝 這個地方可能K金 它還需要再修飾一點 它不是很平整 就是它打霧霧的來修飾它 其實它可以做得很平整 可以 當然是手工做的 可以再精緻一點 好 大事實上是這樣子 來 韋傑我們來看 第二個物件就是一個碗 對 因為我通常 我喜歡有聚寶的感覺 那我當初我看到 因為他好像跟我講說 他是何田玉 那何田玉 你是在哪裡看到 我也是跟我乾媽在 好像是在馬來西亞新加坡 所以也是乾媽說 你喜歡嗎 乾媽買給你 幾乎都是乾媽買給我的 對 那 乾媽會來台灣嗎 常來 常常來 改天來帶 蓋小姐 跟菅姐吃個飯 那 因為他跟我們講說這個 因為我一看 我就說這肥翠好漂亮 他說這不是肥翠 它是屬於一種 和田玉 玉 對 他說這種和田玉 所以我們要車這麼薄 很透 不簡單 那我就很 這是在什麼樣的店 看到的 就是也是一家那種古物店 古物店 對 看到的 藝術家只要請教授 我給我們指導一下 很薄耶 確實很薄 不過和田這個顏色 一般我們和田 不是都是比較白嗎 對 和田一般都是白色的 像這種綠色的話 就是裡面結晶的時候 它有這個陽起石 這個礦物在裡面 它會變綠色的 娟姐如果是脆 不該有多好 很漂亮 而且確實它很薄 很薄 工藝 很漂亮 所以你覺得它有那種 聚寶品的感覺 對 我一看就 其實我蠻喜歡古物 對 看就很喜歡 這麼年輕才喜歡我古物 那當時買多少錢 好像折台幣大概 七萬 六 七萬 六 七萬塊 不便宜 不便宜 除了台幣六 七萬塊 兩位教授商量好了嗎 這個是它的工法 是恆都斯坦玉的那個工法 就是以前的印度工 它可以在乾隆的時候 它可以做得還很薄 所以這件是模仿 那個恆都斯坦玉的做法 恆都斯坦玉 恆都斯坦玉 可是我聽到比較擔心 是模仿兩個字 整個工做得非常好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上面這些紋路 它除了雕出來之外 這上面還有做出凹陷的效果 它這個是手工的嗎 比如說你這個葉子 各方面 這葉子雕出來以後 這葉子中間它把它磨 把它磨 凹下去 這兩邊就 這兩邊 它做得很細心的 所以它這個是手工的 手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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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虧了差不多二十幾萬 沒關係 乾媽虧的 乾媽虧的 好 好 好了嗎 好了 商人好了 好 我們來建價 請建價 有這麼貴啊 那工 來講一下 十萬 就是工漂亮 工漂亮 當然是跟玉種 那是玉植呢 玉植也很好 很好 玉植也好 你看是從透光照下來 它沒有什麼力痕 所以它算是一個玉植很好 很好 你可以看到那個工很好 乾淨 你看 工很漂亮 對 很細緻 可以看那個工 當初我買它 它還是說是手工的 對 因為像這樣的玉植 好像碧玉 它通常都會帶很多的 所謂的裂痕啊 或者別的什麼 個鐵礦 一些別的餐子 它裡面的礦 是 沒有 很乾淨的 只要找到這樣不容易 總算有一個是真實的 還不錯 沐韋傑 我其實蠻好奇 因為版的二人組 對 很紅 謝謝 也是多產歌手 多產樂團 對 基本上就是 為什麼後來你要跟他們單飛呢 你們為什麼要分開呢 不合啊 就是第一個時間到了 那第二個就是 什麼就是時間到了 合約合約 合約時間到了 但是單飛之後會不會 因為跟過去其實 整個表演型態不一樣 不一樣 是不是也有一些低潮的時候 有 因為那個時候 剛單飛的時候 那 第一張專輯成績不是很好 對 成績不是很好 因為大家還是覺得 好像你們兩個應該在一起 對 大家還是習慣聽兩個人的聲音 可是很多事情不能去勉強 那在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我就想到媽媽 以前就很喜歡 因為我媽媽是模範母親 她很喜歡幫助人家 那媽媽現在已經不在了 那我就想說 媽媽小時候都教育我 把助人為快樂之本 對 那我就想說 欸 剛好有機會用我的歌聲 那去做一些公益 以前是都到孤兒院啊 老人院啊 去唱歌給他們聽 那後來就有這個機會 可以辦大型演唱會 我是從一千人開始辦 辦到四千人 對 那我 所以因為媽媽離開了 然後你覺得 媽媽一直希望能夠幫助別人 對 所以你是不是能夠 在媽媽離開之後啊 也透過幫助別人 對 來改面母親 對 因為媽媽離開 我的時候離開得非常非常突然 那當時我 很突然嗎 很突然很突然 我是在 當時啊 我在四年前 短短的二十天 失去兩位親人 一開始是我姐姐 我姐姐是紅斑姓囊昌 紅斑姓囊昌 對 那她也是走了很冤枉 她前一天晚上 醫生都告訴她可以出院了 結果隔天 就細菌感染 就這樣子就 就走了 對 那 媽媽有年紀了 不敢把這個惡訓告訴媽媽 所以媽媽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就隱藏了媽媽二十天 那這二十天 就已經幫我姐姐 後事都處理完了 是 結果二十天完 媽媽就突然就 也是洗腎 那突然忍不舒服 那 當時我就把她送到 台大的急診室 因為她有在那邊 有病例在那邊 那我跟我哥陪我媽一起過去 那媽媽 因為我們隔天還有通告 媽媽說你趕快回家 媽媽就很疼我 她就叫我趕快回家 回去休息 因為第二天還有工作 對 那我回去休息 家裡就只有一個人 那我睡到凌晨 應該快天亮了 我就突然聽到我的房間 就我的門就這樣 敲得很急促 有人敲門 敲得非常非常急促 我就很清醒 就聽到 我眼睛張開 我都還聽到那個門 在敲的聲音 那你去開門了嗎 我去開了 沒有人 電話就來了 就說媽媽走了 她走的都沒有人知道 是後來護士去尋房 怎麼發現我媽媽 那不是就是個小手書嗎 對 我就覺得 所以很突然 很突然很突然 我就覺得 難道那個敲門聲是 後來我就一直認為 那個敲門聲應該是 媽媽回來太難了 媽媽回來告訴我說她 要走了 因為 因為你沒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對 因為媽媽最疼我 而且 確實滿感傷的 二十天失去兩個家 這麼重要的家 對 那我就是因為 二十天 失去兩個親人 那我就站 就那個時候都在家裡 就走不出去 那公司就鼓勵我 還有很多粉絲 就在臉書上鼓勵我 那我才又走出來 又繼續唱歌 那我走出來繼續唱歌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多做一些三事 幫助大家 好 這個物件呢 來 韋傑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那個 那剛好那一天是我生日 我去新加坡 那乾爹乾媽來看我 對 那 乾爹是拿都嗎 馬來西亞拿都 對 從直接從乾爹手上拔下來的 紫色的 對 紫色的紫匪 紫匪好漂亮 我們先來見價 請見價 四十八萬元 這麼貴啊 對 這個蛋麵 第一個它乾淨 微微的有點灰 但是那種紫螺染它的 最主要乾淨 然後乾淨呢 它沒有什麼瑕疵 然後它種水好 這大約這個我看 差不多那四十萬塊 八萬人民幣左右 現在這個蛋麵 才買得到 因為20mm很大 比例非常好 這個借台也很漂亮 這個借台我們大約花八萬塊 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樣的戒指 目前來講 再花四十多萬買到 是應該要花到的 送我這麼貴的東西 不錯 非常好 謝謝乾爹 好棒 好 這個項鍊呢 這個是我大概十年前 到我媽媽去馬來西亞 那當天 媽媽那時候是去看你登台做秀嗎 對 就是做完秀 她陪我去玩 我帶媽媽去玩 那我每次去新加坡馬來西亞 乾爹乾媽都一定會來 來接你 對 我都會來接我 來跟你交台 那當天我乾媽就帶這一條 那她看到媽媽 第一次看到媽媽 她就摘一下 說見面禮 就給我媽媽 她真的可能缺你了 不要 我這麼好 也缺一個弟弟 好漂亮 所以這是乾媽 帶在身上的項鍊 直接送給媽媽的見面禮 對 這個翡翠它每一條都是 就是雕成一隻魚 代表年年有餘 然後這上面這是什麼 老師沒講我都不曉得 然後那個翡翠 是翡翠 我說翡翠白色的這樣 白色也是白翡 玻璃種的小白翡 玻璃種的小白翡 現在的白翡這樣一個小小的 大約 應該一個要一千塊左右 這個是 很漂亮的項鍊 是是 漂亮喔 所以應該也不知道 乾媽當初買多少錢 沒問 乾媽也沒講 當然不可以忙 那有扣子 不好意思 今天才知道這個 只是幾萬耶 這個很值錢 很值錢耶 好 這條項鍊應該 也不少錢 也不少錢 我明白 好 我們來見價 好 請見價 三十五萬五千元 三十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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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喔 那種翠綠色的 有幾個還是所謂的帝王綠 那平均算來一顆 差不多一萬一塊 只有二十三個 就二十三萬元 然後這些 這個台 K金 大約要十萬塊錢 然後這個玻璃種的小翡翠 一格到一千塊 加起來 三十五萬五千元 這麼難 三十五萬五千 我覺得很漂亮 很貴重的禮物 對 非常貴重的禮物 不過實際上講 就這幾年 這幾年台灣的風格 就說 假設說三十五萬多 四十八萬多 很多人會選擇 四十八萬多去買一個 主體的大的寶石 會這樣做 不會買這個小小小小 比較不會 OK 好 我們來看這個物件 不過在談這個物件之前 我們還是很好奇 本土 本土是我們台灣 這個 很傳統的在地文化 娟姐 我小時候 我記得我小時候 大概國小 一二年級 我每天起床 我們家廚房 都是冷卻外的 魚外的 你們家整天都在本土嗎 以前的經濟就是 整天都在本土 以前 為什麼你們家整天都在本土 你們家親戚五十八十十幾 沒有啦 本土就是 比如說 娟姐你走在家裡 有人生日 或是說有人要結婚 或是要入住 對 你請親朋好友 都可以找我們去家裡 幫你們辦桌 那些是做豆雞 豆雞啊 因為現在 因為台北市沒辦法了 台北市現在 今天你不知道辦桌嗎 豆雞就是啊 我知道辦桌 但是豆雞是什麼意思 這是幫人家辦桌的 那個大廚師 對 豆雞塞 所以你們拔還是豆雞塞 都叫中泡塞 都把它辦桌 就是中泡 中泡塞 我知道我們現在叫什麼 豆雞塞 爸爸是中泡塞 那也是 中泡塞跟豆雞塞 是一樣的 對 人家說中泡塞 吃...怕什麼 他先怕... 怕地燒 做土水的怕... 中泡塞 怕吃到 就是中午的時候 那個時間很短 對...你等於就是 半夜就要起來準備了 半夜 現場比如說娟姐 你怕在辦桌對不對 對 你如果在家裡門外 就會搭那個棚子 是 我們就會 我們就開始擺桌 我們就開始要擺桌 鋪那個桌巾 碗一桌十個人 錄地籠 什麼 地籠是什麼 筷子 以前筷子會用那個套子有沒有 地籠 而且都是在現場 現場都現場 對 而且... 而且是主人家都要看到 龍蝦也是活的 魚也是活的 鰻魚也是活的 所以辦桌是一分之... 一萬塊就可以吃到一萬塊的菜 我以前有人跟我說 中破甩出爐菜 不出爐 到底是在哪一道 第二道 這樣你知道嗎 第二道 所以我告訴你 你太溫馨出爐菜就吃不到 所以就在... 第一道他們是冷盤 對... 第二道就是在考驗 這個中破甩的公民 不要煮... 就是在第二道 對... 是... 這樣我來行嗎 來行... 我都比較傻 我都吃到旁邊那個 對嗎 去水... 喝去水 炸蛋糕的樣子 是第二道菜就是中破甩 出爐菜 白的出爐菜是什麼 佛跳牆跟肉很會煮的 都很好吃 怎麼厲害了 不要再說 現在八道菜也沒有 這個佛跳 佛跳牆要煮的好吃 這個名是菜式 太好了 我們播出的時間 肚子很餓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是 我媽媽六十歲生日的時候 那剛好我身邊有一些... 有些錢 那媽媽喜歡觀音 那我就帶媽媽去營樓 那媽媽當初她覺得說 這個太貴不要買 我說沒關係 我說媽媽妳喜不喜歡 那因為我是覺得它 就有一點點綠綠的 對 又帶點紙 帶點紙 對... 媽媽一看就說這個很貴 對 媽媽說很貴 對... 後來我就買了 所以是媽媽自己選的 對 她選了 可是她當下我沒有買 她的就是... 那使不得你花錢 然後我再去買 漂亮耶 很漂亮 它好像有騎一個龍是不是 彎音是嗎 對... 這一個觀音 然後是一個龍頭 龍頭 是 綠鐘帶子 對 這是春帶彩 春帶彩 我們稱為冰春彩 冰春彩 當時花多少錢 八萬塊 後來是在什麼場合 送給媽媽的 就是她生日那一天 生日那一天送給我生日 對... 好 媽媽的生日禮物 現在到底值多少呢 我們來見假 請見假 過去一直在忙演藝圈 拿... 沒有跟媽媽講過 媽媽 我愛你 真的 子余養兒親不在 嗯... 愛你頭髒 生命對身光 遺憨兒才有無法做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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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的生日禮物 現在到底值多少呢 我們來見假 請見假 十五萬元 真的 長這麼多 對 媽媽眼光好 這個位置非常非常好 我照了兩張照片 先讓各位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 十五萬 這個冠英他的雕像 你看他的這個髮像 非常非常尊嚴 而且他的比例非常好 這個北村也好像是典型的冰種 那這樣的冰種 在最高峰的時候實話講 大概在差不多四五年前的時候 這個可以雇到二十萬 可以到二十萬 那這幾年 稍微稍微 價錢掉下來 這種比較透的顏色 沒有那麼艷麗的 是稍微往回回一點 那回一點很多人講說 那是不是說 有機會我們去撿漏啊 說降到最低的時候 我們再來去 逢低買 逢低買進 其實這有機會的 首先第一個 像這樣的觀音 就是說它是屬於佛像子 然後只要那個髮像夠好 比例夠好 其實是可以買的 那再來就是 而且它很透很漂亮 對 透 然後再來說你看 不要有太多的瑕疵 就乾淨 乾淨 然後再來就是髮像 然後比例 然後也不要太薄 就夠厚實 所以現在來講 現在十五萬已經算是 不高的價格 不高的價格 對 不高的價格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假設你有餘錢的話 買這個東西 我認為它是有 現在正是好實質 有錢景的 我是這樣認為的 這賣掉就賺錢了 不用賣 這個是媽媽 不會賣 這個還可以有很大的機會 還會再漲嗎 會 真的 這個真的是 媽媽好演 很漂亮 不過 韋傑媽媽媽不在了 媽媽不在了 有沒有什麼話想跟媽媽說 因為沒有見到媽媽最後一面 就覺得很多話沒有跟她講 過去一直在忙演藝圈 一直在忙自己事業 有時候回到家媽媽的關心 那有時候會就是關心造成一個壓力 就會比較沒有耐性子回媽媽 媽媽的關心有時候會比較不耐煩 那會覺得說 好像都沒有跟媽媽講過 媽媽媽我愛你 都沒有跟她講過 謝謝 好像都 很多話都沒有跟她講 現在覺得說 回到家 就很想跟媽媽撒嬌講話 都沒機會 所以會覺得比較遺憾 我會真的 子余養兒親不在 書一經而封不止 不過今天我已經竟然 有這個機會 也站在我們這個節目的現場 除了跟媽媽說什麼之外 我們要不要也唱一首媽媽喜歡的歌 也許媽媽正在現場 我相信她也是以你為榮 因為 韋傑在單飛之後 面對這麼多的低潮 還是走出來 同時運用你的歌聲幫助這麼多人 我相信媽媽一定覺得很光榮 也很開心 我們現場來唱一首媽媽喜歡的歌 好 我唱一首 我剛出到第一張專輯 媽媽最喜歡的歌曲 是 金載日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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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妳 看你很眼睛 輕輕的來勞 看著你 穿著白色心妙衣 因為你頭早 想買對心肝 為好我們才不擔心 люд期待你 唾公 為了 编曲 唾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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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伟杰唱歌 好心也酸酸 但是我相信妈妈在天上 听到刚才那些话 以及听到你的歌声 我相信她一定很幸会 歌声非常优满 谢谢 好 谢谢伟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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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